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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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近涅槃 三世诸佛 一般若般若密多故 得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 故知般若般若密多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能处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 般若般若密多咒 即说咒曰 接地接地 般若接地 般若真接地 菩提萨博 好 密多保请帮忙找 各位同学大家找 那今天因为下雨也 又这么冷 所以应该是出席的 早上这么早来的同学会很少 不过看到各位还是有一些同学 这么精进用功 这么早到 所以我想要成功的机率 还是要给这些努力的同学 所以应该说我们人生过程 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更何况是学活这件事情 所以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办法去解决 这是我们人生毕竟的一些功课 但是在学活路上 这个困难一定也会有 不可能说学活要出三界更困难 所以要怎么样 越挫越勇 要更精进 遇到困难其实还是要更精进 有些同学过完年以后 就跟我讲说 发现基瑟论越来越难了 他觉得听不太懂 其实听不懂还是要继续 为什么 因为依我个人的学习过程 我刚开始也都听不懂 但是我坚持继续听下去 因为你听不懂 你才需要更加的努力 对不对 然后到后来你慢慢听懂 你就会感觉很快乐 很发喜 然后接着你就会由慢慢懂 变成大概有一些了解 有一些不了解 到后来你就会全部都懂了 所以其实遇到困难更应该要努力 而不是因此退缩 这是给大家一个鼓励 因为应该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人生历程 你们也经历了人生的过程了 所以不可能说遇到困难 你就放弃 这件事情他会成功 还是要继续努力的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还是呢 以我们今天上次给同学这一份讲义 大概来复习一下 因为要讨论到这个巡视的内涵 那我还是呢 把它呢 大概呢 再介绍一下 好 那寻心所呢 它其实是一个 在我们心所里面 它不定 我们七十五法里面 它不定 就是有时候散 有时候恶 所以呢 我们利用它来修行呢 是因为我们要把它呢 导向一个散的方向 好 所以它不是一个 有特殊的散或恶 但是当你在修行的时候 你把它导向散 它就往这个用功的方向去努力 好 那实际上呢 它就是我们这个讲义里面讲到 思心所跟会心所的差别 也是在这两种心所之间呢 好 去作用的 好 那我们平常呢 去寻求 去了解这个事实 好 这是呢 就是我们去寻 好 当我们来学习佛法的时候 你现在的目标就是 专心的上课 这也是好的寻的心所 好 所以呢 因为在十八戒里面 寻跟寻两个很类似 再来呢 他们都是一种不定的心所 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所以呢 十八戒又特别呢 跟他一起讨论一下 那我们以我们的六四好了 这个六四眼耳鼻舌身 好 意识的话呢 现在没有讨论是寻心所呢 它是呢 跟五四呢 比较有相关 好 就是在五四里面呢 寻心所它是一种感官的直觉 它是一种分别 这种呢 直觉直观的分别 到了我们意识当中 它有推求研究的这个分别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它的分别呢 是一种呢 比较呢 像自信分别 等一下后面会讨论到 就是说 比较不是那么深刻的意识作用 六四有三种作用 它是最前面比较呢 假设我现在看到有人进来 我知道一个人进来 因为长的就是我们人类的这个模式 那是一个自信分别 可是我开始去分别 这一位是女众 这是男众 或是她今天穿什么衣服 这个开始呢 就进入呢 比较深层的这个季度分别了 你开始去分析判断了 所以寻心所它停留在自信分别这个地方 但是呢 如果透过你继续的努力去找这个目标以后呢 你会产生后面这个世心所 所以它是呢 识会差别 就是说在这中间呢 有一些呢 作用的 那它会呢 开始去观察 观察你现在用功的目标的时候呢 你会观察到一些法的现象 所以这个地方呢 它讲说 在思呢 是有抑制的作用 就是要导向自己的心 一直往这个目标 然后接着呢 你要去了解它 知道它 所以就开始有会的作用了 这时候呢 就是我们后面会产生四的心所 这个是刚开始是寻求 那因为其实呢 在用功的时候 这个四心所跟寻心所呢 是蛮重要的两个心所 那推求的话 它刚开始刚刚讲的是比较 只是了解它的表象 但是对于戏的部分呢 它是要靠下面这个 四心所 所以当你有苦有乐的时候 然后是借由触受所感受出来的 那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心里会感觉的一种舒服或不舒服的感觉 这样子呢 就是开始会有苦跟乐 这时候呢 因为一开始是依寻而起来的 后面呢 就是呢 开始会进入了四心所了 好 不同的话呢 就是这个细的了解跟初的了解 这样子 这样两者差别 那只要在欲界的众生跟初禅 都还是有寻跟寻 好 那修行到某一个层次以后呢 才会离开寻跟寻 所以我们在欲界的众生呢 我们会勉励自己 要求自己去做呢 自己可能呢 比较困难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寻跟寻都会有 好 所以你的禅定如果是在欲界定的话 因为你去参加禅期 然后呢 别人在凹腿 你也不能随便的懈怠 所以呢 你也跟着每支箱都做 但是你的脚很痛 这就是一种呢 勉励自己去修行 勉强自己 好 然后呢 可能呢 你要承受少吃少睡 因为要很早起床 然后吃的东西呢 可能也不像你在家里这么多 因为他要过不死 那你这样子呢 勉强自己去修出来的禅定呢 刚开始在欲界定 这时候呢 一定是有寻有势的 都是在寻室这个范围里面在作用 好 所以这边呢 他只是讲 比如说我们的衣服跟瓶子 我们刚开始看到它的外观 然后接着才再观察到此戏的部分 一样呢 你在修行的时候 刚开始你的心是粗糙 慢慢转戏的时候 但是那个戏呢 其实是一种观察的心锁 是室的心锁 所以有寻有室呢 这是在修行过程 这两个都很需要的心锁 好 那下面呢 你看到黄色 他说当你在什么时候 刚刚讲我们在欲界定的时候 是你在呢 修行过程一定会有 但是在初禅的时候 还是有寻有势 你看到有寻有势 好 然后到二禅以上才是呢 无寻无势 但是二禅到初禅的中间 因为呢 寻是比较粗 势比较细 所以那个时候呢 粗的会慢慢没有 细的视 视察观察呢 会有 所以呢 在中间定的时候 就剩下只有视 没有寻了 好 这是因为中间定 所以他不会两个同时有 一定会在一个过程里面 那我们平常呢 修行 预界定的众生呢 他勉强可以压抑自己的欲望 所以呢 当你呢 修禅定 修到预界定的时候 你出去六根六层交涉的时候 你不会向一般众生 随他去 你的六根对六镜的时候 你还会想要说 这个不对 我不应该呢 随进转 好 那你这个时候 你就会压抑自己的欲望 这是欲界定 好 可是呢 你在呢 下了禅定 或是呢 出了禅堂 回到你的家里 遇到很多的困难跟障碍的时候 你呢 可能你在禅坐的时候 你有清安的定静 可是为什么遇到境界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心呢 又会掉到呢 我们的烦恼 好 那可见你上上下下 这个心的状态 就是在欲界定而已 那在什么时候才会超越 到你真正呢 稳定的状态 要在出禅以上了 好 出禅以上的时候呢 不管你今天去禅修 呃 呃 的时候 呃 你出了禅堂 你这个定静呢 当你在日常生活遇到的烦恼 困难的时候 你都会用呃 呃 智慧去观照 去转你的烦恼 你不会呢 再有上上下下 呃 呃 的心呢 浮沉 好 因为所谓上下下的时候 我们今天 呃 呃 一天里面 你在地义的时间多 还是在呢 天堂 或是天界的时间多 还是初三界的时间多 看你的心的解脱层次 如果呢 你一直陷入烦恼 那你有可能就在下三二道 那如果你是呢 呃 心能够超越 好 能够转你的烦恼 很清凉的时候 你就是呢 已经呢 往上提升 好 可能在色界啊 或是呢 超越到三界外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因为你的 呃 修行的定境了 达到了什么样一个阶段 好 那这是附带讲的 所以到下面 要讲到呢 这个呃 我们的 有三品 有寻有适 中间是 无虚 为适 好 中间定 好 然后呢 二禅呢 有一个 呃 以上呢 到有顶 飞翔飞翔处适 无寻无适了 好 所以呢 呃 上二 定 只会二禅以上呢 他们已经没有寻视这两个星所 这个是我们在欲界中心 但是修行还是要靠由这两个星所 好 慢慢呢 让自己呢 去达到呢 解脱 那我们是下面论诗在这个论里面的比喻 我想已经很多同学看过阿比达摩基斯论 呃 以外的这个难传的论呢 也很多是用这个来比喻 好 这时候我们今天呃 有一只猫跟老鼠之间 那猫呢 在找这一只老鼠 看到他在这个洞里面的时候 就是我们寻 找到了在哪个位置了 然后接着呢 你要在那里 等 等他 好 看他呢 到底会不会出来 好 所以他会静静在那里面等 好 这是用呃 现象界的这个例子来比喻啊 好 那告诉我们两个呢 之间的一个差异性 呃 当你的修行慢慢从出转系的时候 你的视心所会比呃 寻心所取代的寻心所 这时候呢 你就会呢 呃 用更客观的呃 这个方式来观察人世间 这个时候是视心所 好 这时候你的定呢 当然是要加深才有办法 好 到了二禅呢 寻室都不深 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 等于我们身体上呢 这个时候呢 是 因为寻室刚刚是一个五式的作用 有寻有适 可是在我们的身体的时候呢 他变成是一种呢 跟呃 呃 我们的呃 呃 直觉 自信 分别一样 他新了没有呢 第六四的呃 呃 嫉妒跟呃 呃 这个直取啊 随念分别 所以这时候呢 是完全呢 又回到呃 呃 叫做呢 前面是呃 见三 赐三是我们凡夫 再来呢 你见三不是三 见谁不是谁 就是因为你修行的层次 让你从寻室呢 呃 超越了 你这时候是无寻无事的自信分别 跟我们凡夫的自信分别不一样 他的直心呢 是呃 没有烦恼 清静的 好 所以呢 这个时候禅宗里面讲的直心是道场 是已经来到了呢 第三个层次了 好 再回到呢 见三是三 见谁是谁 好 下面呢 就讲到呢 好 这个自信分别 等一下呢 我们后面的课程会再介绍 好 因为呢 寻室呢 会在后面讨论蛮多 所以呢 我这边呢 呃 今天呢 互习的时候再 呃 讲一次 各位可能加深一下印象 那 呃 到底呢 寻室他是善是恶呢 看你有没有用功 如果你用功的时候 寻室是一个善的 好 或者呢 呃 这时候如果你没有用功的话 你就会往恶的去相应了 那因为呢 这个是 佛陀当时候修行的 四禅八定里面的禅之里面 寻室喜乐一心嘛 好 所以后面呢 你会看到 呃 当我们 在平常修行的时候呢 东想西想的时候 这就是产生不好的寻 那你要安定下来 就是我们常常讲要找一个所缘目标 好 就像你在禅坐一样 那你观呼吸或是念活 这样子都是 那如果你的心没有安定下来 代表这个寻室所还在呢 呃 东飘西荡 东想西想的时候 在忘念寻室 有可能你跟贪相应 有时候跟撑相应 有时候跟不好的心所相应 好 这就是呢 呃 等于说 寻室呢 你要找对方向再用功 还是呢 呃 没有 好 的时候呢 那就随 呃 随顺呢 这个 呃 烦恼呢 飘 所以 找到一个目标是很重要的 那上礼拜有提到 我们里面呢 呃 地水火风的风界是最容易找到的目标 因为呢 你每天都要呼吸 随时都在呼吸 所以呢 他这个以风界 好 如果你回去有我把这个寄给同学讲义有看的话 大概呢 你会了解 然后其他的地界跟水界呢 就用呢 他的一个呢 呃 物质现象 那在我们身体的这个呃 行动有一些呢 我们身体肢体的行动 他算是地界 好 那水跟火呢 他就实际呢 拿了这个物质的东西呢 来观察 好 那所以呃 里面呢 当然最容易的就是风界了 他能够把你这个飘荡的心呢 找到一个稳定的方向 一心一意的用功 好 那所有呢 世间的事情是不是要专心一意才会成功 那更何况是修行 所以呢 在修行的路上 如果你修不到一心的话 是很很难成就的 好 所以这个呃 用功的初阶的入门呢 一定各位呢 一定要找到你一个呢 呃 修行的呃 方向跟目标 然后呢 你平常呢 也一直呢 保持用用这个方法在用功 那有一天呢 你当你呢 呃 呃 在要离开人世间的时候呢 你的心呢 就是有一个很准确的目标 好 你心呢 自然就会往善 呃 去相应了 好 下面呢 大概是这样子 好 这边就是呃 专注下来 安定下来 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呃 呃 这个持咒念佛都是 好 行的部分 那怎么样呢 因为呢 我们刚刚有提到 当你在这个呃 行的功夫做得很好的时候 你身心会放松 不是僵硬的时候呢 你这个寻心所跟 视心所是好的时候 这个喜乐 好 心清安 呃 先有身清安 再有心清安 然后慢慢呢 你会达到一心 好 这时候呢 我们有五个禅之 寻视喜乐一心 要达到一心也有 这样才会进入出禅 刚刚讲 你的禅定 如果在预界定 还是在浮浮沉沉 上上下下 你在禅定当中 你是有清安的 可能你做这一支箱 做得不好 很不错 可是呢 呃 下坐以后呢 你的心马上就会在 呃 被境界上呢 锁转 就会开始呢 上上下下 代表呢 你的禅定还不是很稳定 要来到了 这里讲到 进入禅月为时的出禅 这时候呢 你的心才是稳定 不管你今天遇到的外在境界 再怎么样的困难 啊 或是呢 呃 一些烦恼的困扰 你都能够还是保持 在这个稳定的禅定当中 所以这至少要到出禅 好 那我们这后面是说 希望呢 大家 呃 多多呢 呃 利用 呃 你不管你今天在走路 在做什么事情 可能你很忙 好 做家事啊 或是打扫 都一样 你只要有一个目标 随时其实都可以用功的 但是当然第一个条件 不管你今天在呃 做什么事情都还是有条件性的 你的外源一定不能太多 好 休禅定的人呢 一定呢 在欲望都要减到最低 才有办法真正进入呢 我们的禅月 好 这样子 大概呢 是我们上礼拜给同学的讲义的第一部分 好 然后呢 呃 如果以这个前面讲到的 我们的新的障碍会来在 境界有对跟所缘有对 好 因为呢 我们的呃 跟会去取境 然后呢 这个所缘呢 就是新的 这个所缘目标 会被这个所缘目标的境界呢 给障碍住了 所以境界跟所缘会比较呃 难以分别 好 不过这两个呢 分别的差异性是境界有对 它一定是你的根 五根 眼耳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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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 那下面呢就看到这个颂句了 那我想这个颂句应该对一些人来讲不难 我们知道呢十八戒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系伏在哪一戒 那异界呢我们在异界当众生一定我们都被系伏在十八戒 刚刚讲嘛 你的欲望越低你的修行才能越能够进入状况 先看一下呢 那有讨论到有漏跟无漏对不对 刚刚我们这个是讲到的是 这个三戒里面系伏 系就是被捆绑在哪一戒 先看一下这个 那我们先看这个有漏系的话呢 在后面会提到 因为你会被系伏你就会有漏 那有漏的话呢就是 前面的五根五境产生的五四十五戒 这个应该知道 然后后面呢有三个 后三少分 就是说后面的部分有 有异世界异界跟法界这三个呢 小部分是有漏的 那有一部分是无漏所以我们修行才能成就嘛对不对 那这个有漏的意思说就是我们在呢这个跟烦恼相应 那哪一些呢就是有漏的异世界还有法界当中的不相异形 还有在法界里面呢我们看这一张图表的话呢 这一张图表呢看一下 在这一张图表里面 在我们七十五法里面呢 益处跟法界呢 就是这个是心嘛 这是心王这是心所 那等于说当你的心起了烦恼的时候 你的心所是相对应的 他就有烦恼 所以呢益处这里呢 如果今天是有漏 那当然心所也是有漏了 那不相异形呢也就呢产生了跟着是在有漏这一块了 那只有无漏是在无违法这一块 所以他写少分的部分 就看你的这个作用是在哪里 就是我们十八戒里面 这个等一下 再回来这一张 在十五戒呢都是有漏后三 少分就是有漏部分 刚刚讲法界当中的不相异形 还有烦恼的心所法 这一部分 因为法界呢他不是叫烦恼 而是说他不相异形 是不是我们心跟心所做的 而是一种呢在心跟 社界跟这个心当中的部分 那所以呢 他是还是在有漏的 等于是在人间的部分 因为包括他的无想定跟灭禁定都还是位出三戒嘛 好那十五戒里面是有漏后面的这三种一部分是有漏一部分是无漏的 那哪一些呢是无漏呢 就十八戒里面一样呢在意界意识界跟法界这三个部分 就我们刚刚看到这头影片 这一张看到了他这边提到的 你看一下如果呢 这个法界里面的无为法当然他是无漏的才能达到无为法 那如果你这时候呢是无漏的心 那这个心所就会产生无漏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他讲到的 十八戒呢 不是全部都有漏而是当你修行的时候呢在 后三呢有少部分是有漏少部分是无漏的 比方意识我们的意识是有漏但是圣者可以起无漏的意识 那我们上礼拜讲 我们的修行阿比达摩就是禁慧 是让我们用无漏的智慧去解责法 然后呢对峙你的烦恼 我们把有漏的去掉 留住无漏的 然后这就是修行了 所以圣者呢他已经很稳定 刚刚讲这个禅定之培养出来呢 让我们开启无漏的智慧 然后这个圣者他可以分别一切法 向活的一切种智 一切法他无所不知 阿比达摩都是从阿含经跟戒律来的 那法界里面的内涵这个论 然后法界里面呢 无微法呢 都是无漏的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在后三的少部分呢 他也是无漏的 接着呢这个是 哪几界是戏 戏呢 就是说 几一界戏 欲戒呢就是我们会捆在十八戒 一切是十八戒 欲戒呢就被 细伏的 细不细呢 就是说 我们没有得解脱的时候就 像绳子把你捆住了 那修行呢就是要让你解脱嘛 那你要了解 你自己呢到底在欲戒是被哪一些手捆绑 你才能解脱 那色界是十四戒 十四戒里面呢 我们看到是 香 胃 鼻舌 是 在呢 色界的天人他们没有香静跟胃静 所以呢 没有香静跟胃静的时候呢 你的四会作用吗 没有圆 没有圆 你的你有鼻根跟舌根 可是呢 没有香跟胃这两个静的时候呢 因为没有圆的关系你的鼻式跟舌式不会出来 所以他少了四个变十四 然后呢 无色界就后面三个了 那完全不细符的就是无漏了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 在这里多一个不细 我们的据色论他是把这个 我们给同学的讲义里面他是 讲到的 无色界而已 不细的话就来到无违法了 刚刚看到这张表里面就是这样子 看到这样子 当我们的六根对六层会产生 这是欲界众生 我特别用红色是 当你 静坐的 工夫 我们的色界是出产二产三产四产 你的稳定性有到出产以上的时候呢 你对人间的相成跟未成的 执着呢 应该会越来越淡了 这时候呢 你的鼻式跟舌式也不会 做 我讲的是色界的产定里面 你回到人间 你还是人间的 这个 根 层 氏嘛 所以呢 香层跟未成 跟鼻式跟舌式是 我们在色界的 没有的 手没有的 就少这 这四个 所以呢 我们要解脱的时候你会一直往上层去相应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的对物质的 这个直取呢 会越来越淡薄 那三界呢 是一个生死法 所以呢 三界都是细 在三界内呢 就是玉界细 色界细 无色界 都是有漏法 所以这个细跟不细呢 以三界跟十八界来分配 好 那一切刚刚讲的十八界 那色界所细呢 我们 后面还会提到一个 很有趣的问题 当色界天人他要来闻人间的东西的时候怎么办 他鼻根跟蛇根有 可是他事不作用 这时候他就要戒人间欲戒的事了 所以这边提到呢 到了色界以上呢 出产二产三产四产 他生在这个色界 产定当中 没有鼻式跟蛇式 鼻式所闻的是香嘛 蛇所藏的是味嘛 那没有鼻式戒 蛇式戒也就没有香戒跟味戒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那一张表呢 他这个 里面呢 就是 这个 这个层呢 也可以改成戒 18戒这个名称 也可以变成香戒跟味戒 所以呢 他这两个没有 那因为呢 我们的根是 对层才有四 所以当你这两个戒没有的时候 你这两个是是没有的 也就没有这个 作用了 但是他的 庄严 社界天人他还是有色相嘛 他总要有庄严相 所以他还是有鼻子跟舌头 不是没有 但是他没有那个 那个沉 沉浸在的时候 他们没有作用 只是他没有像我们 去把这个鼻舌这两个发展 产生了 这个圆那个镜 不像我们 欲戒一样 这样呢 会多起了很多的烦恼 所以呢 如果社界天 要 到欲戒来 观察人间的时候 他要戒事 戒的是 欲戒的事 欲戒的事 他才能闻到我们欲戒里面 这个 这一家人家是在煮什么 这个是在 排泄的东西 这是厨余 才能 知道了欲戒的这个滋味 这就是我们后面课程也会提到 这时候他就要借 我们欲戒的事了 因为刚刚有提到 我们的跟有 成 没有 那是没有办法产生 那他现在是有跟 然后呢 来到人间有成了 但是他起事的作用的时候 他还是要借由人间的 这个舌事 跟鄙事 这样子 才能 所以呢 香味 鄙事戒跟蛇事戒呢 这四种戒呢 都是欲戒的 境戒 色戒是没有的 到了无色戒就剩三个了 无色戒呢 就剩我们前面15个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出没有 那当然眼色而是鼻是蛇是生死也没有 那没有前五跟五境呢 那没有前五跟五境呢当然也就没有五世了 所以无色戒只剩下后面的意戒意识戒跟法戒了 那用三戒系来配18戒 三戒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后面这三戒不是欲戒 欲戒 不好意思 有时候这边讲的 这边讲的三戒来配18戒 就是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欲戒、色戒跟五色戒 好 那就是说 有时候这里讲的三戒是我们 的欲戒、法戒、意识戒 所以这边可能要稍微书一下 那不戒的话是无漏法 所以 当你呢 哪一些你就会不戒呢 捏盘 他是超出三戒 不属于三戒 他是无漏的 还有呢 这个五 五分法身 对不对 戒定慧、解脱、解脱之剑 好 无漏的 法身 这个呢 也是补戏的 所以呢 以佛法来讲 可以加以分别的 比方我们现在世人 然后呢 住在欲戒 那么我们平常的时候就有18戒的法 所以修行呢 为什么就在 这个 六根对六成 产生 因为就 所有佛法就离不开18戒 就从18戒去开展出来的 就是五蕴处戒嘛 五蕴、十二处、十八戒 假使身在欲戒呢 修行正道了 不要讲大菩萨好了 我们刚刚讲 初禅 跟初果不一样 初禅是禅定 他的心呢 是稳定的 当你呢 下禅定跟 离开你的普通人的时候 因为你有这个禅定功夫 你面对境界的时候 你心不会呢 起起落落的 有时候 好 有时候不好 不会再随烦恼转 那是禅定 那戒定会 有定以后 你才能开展出智慧 断烦恼 这时候呢 出果又比初禅更高 正出果的时候的智慧 才是真正的无漏的智慧的 开始了 好 那这个智慧所正道的是地 是圣地的真理 因为我们据说论讲的就是 苦极灭道 或是正道真如无我 都是离开三界了 这里 解脱需要离开 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吗 不需要 对 也不需要离开你的 家里或是 到某个地方 而是你懂得用功 随时随处都是 可以用功的 这种境界都已经不是属于 三界的生死了 是说 无漏智慧有以后 那这个就要看你自己 最清楚你有没有正德 在定中正德出果的圣人 他真无以后他 要出定 一出定了这个世间法 又生起来了 这里呢 因为我们上礼拜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有提到了 我们 对佛的大圣的思想跟有部呢 佛的有漏生生到底是怎么样 这里我还要先让同学看一张表 这一章的上礼拜 我们有上到这里讲到呢 法界中哪一些是无漏的 就是道地所设 因为呢 还有三无为 所以不是无为法 而是在有为法里面的道地 他也是 好 那道地所设就是说 你还是在修行的城市里面呢 但是呢 因为你已经了 可能在三十七道品里面的 是念处是神族 是如意族呢 然后呢 来到呢 鸾鼎忍是低 然后呢 这一个撒纳以后 正得出国 所以呢 在道地里面呢 他可能已经呢 正得出国 所以这时候刚刚讲 无漏会呢 就有了 好 那因为呢 你在法界里面呢 你会有烦恼 随盛增长 但你达到无漏的时候就没有了 那无漏的话呢 在这一张表 你看 刚刚这一张呢 你看 我们如果一切法 刚刚十八戒 他有有漏跟无漏的部分嘛 那有漏我们刚刚讲 十五戒 全部都是有漏的 他一定是苦 极 但是这个里面呢 跨越一部分的道地是呢 因为呢 有为里面有一部分道地 然后这个道地呢 又在呢 无漏这一块 所以呢 三无为 还有道地都是无漏 那我们的 那个诵句里面呢 好 有没有画到这一张表 看一下 这个好像是在 远培法师那本好像有 是不是 好那这一次 下一次再把它补记给同学好了 所以在 因为在 一百 一六九到一七零 这个 颂句里面有 欲戒系十八 色戒系十四 除香味二是 无色系后 是 然后后三的下一个 义法 义士通 好就是 义戒 法戒 义士戒 它是通 有漏跟无漏 为什么 因为你看看 这一张表里面呢 他的 我们看到后三戒 这重点呢 在后面这个部分 因为前面这个我们都知道 你 人间的五根 对 五 禁一定会产生无是 这个一定是在一个有漏 那 后三戒就是我们刚刚看到 异戒 异士戒跟法戒 那他有部分 他说通嘛 就代表 通有漏跟无漏 那你看到这边比较粗的颜色的线呢 他的无漏的部分就是因为呢 在异戒跟异士戒呢 这时候你的六四跟你的七四在修行的时候 你的 寻心所跟世心所也找到目标 然后呢 也一心一意的修行 你达到了 稳定的禅定 然后呢 这时候呢 你也开花出你无漏的智慧 这是道地所设的时候 他是无漏了 好 那法戒里面呢 一样 也有道地所设的部分呢 他因为法戒里面有无为法嘛 三无为 好 那如果你在修行的时候 我们的 义根 圆取 法 法成 好 所以呢 这个 如果你这个时候呢 你的 这个无漏 智慧有 意识心亡有 那这个法戒里面 心所 他也是呢 跟道相应的时候 是 无漏的 五分法身 所以呢 这边也有道地所设 还有三无为 所以这个表呢 就是 可以画在 170 这个部分 那我们就 下一次再把它补记给同学 就是 由这张表就把这个颂句就看到很清楚 所欲 所欲为有漏 那其他的 其余 你看看 异界跟异世界里面还有其余的部分嘛 这其余的一定就是在有漏这一块了 因为你还没修行成就以前 你当然还是在有漏啊 不可能一下超越到无漏 或是 达到的道地所设的部分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 这张表就是我们这个颂句了 看到表以后大概颂句的内涵呢 你就了解了 那这里还要补充的资料是 170有提到呢 我们 讲到这个佛的法身有漏无漏的问题呀 那只要在这修行的过程 的 这个人间的六根对六成里面 这个 他的前五世呢 一定还是呢 五根对五境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还是有漏 只有在异世界的地方呢 因为他已经修行成就 他可以三无为根道地所设 看一下这个 说明 讲到了 因为圣人会被生病 所以 圣人生病的时候呢 他会被痛 也会 他也会需要排泄大小 恶变 然后呢 苦恼的时候 他 也是会 但是他的意识里面 已经是到底所设无漏的时候 他心呢 不会被这个进转 他也会冷 好 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叫细不细的分别呢 在这个地方呢 就 就有一些 讨论了 的部分 有漏无漏的分别呢 是烦恼的意思 经上的 讲有漏就是有烦恼 没有烦恼 就无漏 那比方一个人呢 没有烦恼 他就无漏嘛 但是呢 你不可能 除非你证得圣人的果位 你才会一直保持保认在这个无漏 可能偶尔你有没有烦恼的这种状态 好 那比方呢 释迦摩尼佛后 阿罗汉 他们都没有烦恼 那他们的手 眼睛耳朵 鼻子等 是有漏还是无漏呢 因为他人间 还是有漏 因为刚刚讲 你手会受伤 眼睛呢 会视力越来越弱 耳朵呢 听力越来越差 因为年纪大了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在布派就分了 我们刚刚讲大众布跟有布的说法又不一样 那有的说活生是无漏 这是大圣的说法 说一切有布人 讲的是人间的活法 人间的活教 所以他认为 佛的身体是有漏的 无漏是心理上的 没有烦恼 就我们刚刚看到这张表 他的后三界里面的 意界法界意识界 他的修行达到解脱 道地所色跟达到善为 这一部分呢 他可以达到无漏 但是这个前十五界是有漏的 是有漏的 无漏是心理上的解脱 因此呢 你也不要觉得自己年纪大老了 怎么样 这都是在修行过程 也是我们人生的必经过 问题是你的心 达到怎么样一个层次的解脱 好 那身体是夜暴所感 当然他一定是会有这样的变化 是有漏 那下面讲的呢 就是说 位于四处 烦恼起故 线索行处 故 对于这个地方呢 可以起烦恼的就是有漏 但是你要了解 这是有漏的五根对五境产生五四 但是如果你在这上面起烦恼就有漏 但是活呢 虽然是有漏的射身 但是他不会在上面起烦恼 这是一个重点 如果无漏的话 不可能在这个地方起烦恼 限索行处 故 就是呢 所谓烦恼就是说你在这个 十五界里面起了烦恼 现行的境界了 这不是说自己起烦恼 不是自己 而是你 被这个境呢 产生了烦恼 那戒律里面有这个故事 就是 释迦牟尼佛去脱波的时候呢 那有一个人带了一个 很漂亮的 他的女儿出门 那结果这个人呢 他对佛产生的不是恭敬的心 而是呢 有欲望的 欲念的心 依这个故事来讲 佛的三十二身 三十二相呢 是 庄严的 但是因为我们刚刚讲 这个射身在人间是有漏的 那因为别人呢 可以在这个身体上 产生烦恼 是有漏的 不是说 佛陀呢 对自己的有漏射身 没有产生烦恼 但是 因为呢 别人看到了产生烦恼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地方呢 是有漏的 我们这个身体是前身的夜暴所感有漏 在阿比达摩论词看来 佛也不例外 就是这样的一回事 那就比方呢 提伯达多 他呢 假使看到佛 他们两个呢 结的缘呢 不好 看到了就产生烦恼 看到佛以后他产生烦恼 他就会开始有一个 撑恨心出来 但是佛表现在外面的还是他原来的 样态啊 他也没有说故意让他起烦恼 所以呢 当这个会让别人产生烦恼的部分 就叫有漏恼 所以我们这边的 活的 这个 五根 五境 对 这前十五届是有漏 是指说 这个很容易让众生产生烦恼的 起烦恼 但是 活的心 解脱的 我们不知道 我们没看到 那是他个人的层次跟境界了 所以呢 会让 众生产生烦恼的时候呢 这个叫做有漏法 而且这个烦恼有可能还会增长 很多的烦恼 所以 这叫随真烦恼 真正无漏法是哪一些呢 捏盘 无漏的戒定会 我们的五分法身 这是 戒定会解脱解脱之间 那别人呢 不可能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是你 正德的嘛 对不对 那别人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上面起烦恼 但是你的外表的 有漏的这个设身呢 却会 让别人产生烦恼 这叫有漏 他的有漏跟无漏定义要在这个地方 稍微呢 跟各位同学再稍微厘清一下 所以捏盘不引起人家的烦恼吧 到这里 这个我们就复习到这里 大家休息一下 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接着是 来到这个巡视这个宋局 下面呢 就是十八戒 跟 巡视之间的相关 的部分 那哪一些是有刑有刑有刑哪一些属于无刑无刑哪一些是呢 只有刑 然后 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呢 等一下 有一些名项的了解 我先看一下 这个 这个巡视呢 里面呢 这个我们总结的部分 先看一下这一张 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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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比较粗浅的推度分别的新锁 刑呢 就是 对于所观的境呢 做详细推度的新锁 好 一个比较粗一个比较详细 然后这两个新锁在据色论的 46个新锁里面都 属于八个不定 有八个不定的新锁 好 那就是前面我们提到这两个新锁呢 它 不是善也不是恶 所以这三性当中呢 他不是善也不是恶 然后他属于无负无纪这个一块 那代表是他可以透过修行 把他呢 心极变好 那所以新锁法里有46 之所以唯以形式跟十八戒分别呢 是因为这两个新锁是可以让我们用功的 也是呢 刚开始你在用功的时候 很容易入门的两个新锁 因为这两个新锁的形象 很类似 好 然后呢 只是一个比较粗一个比较细 而生起的时候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那其他新锁 就不具有这两个特性 所以他会把相同的这个新锁放在一起去 做比较 所以呢 取这两个新锁跟十八戒分别 好 那我们上礼拜呢 有稍微上了一部分 就是要看这个形跟式的 部分 那形象刚刚有提到 他们的形象很 类似形象的意思是什么 先讲 这里说 这个已经是又跑到下一个了 形象这个名词呢 是 大概我们了解一下 就是你的心跟心锁 去认识的作用 那这个认识作用 他会在你的 大脑留下一个影像 所以你眼睛闭起来的时候 你最深刻的那个影像 他就会出现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形结之像呢 然后他会在心里产生说 不过透过我们的形式 你如果好好训练的话 他可以变成是呢 式第十六形象 好 那就是你要观察 我们人间的苦及 好 然后呢 你去呢 达到呢 修行的道地跟灭地 这个观物的过程呢 他也需要 透过我们的 这四种 在你的心里面去了解 然后产生了 影像 所以呢 宏志这里 就是总结来讲 基社论里面形象是 映现于心的影像 在维世中是 心跟心所的认识作用 好就是 这个心跟心所相影后 产生的作用 所以形象的体也是 两个是相等的 心跟心所 好 那我们从前面这个地方 再呼吸一下 好 这一个呢 部分 讲到呢 前五世界呢 是有寻有事的 好 那后三界是呢 就会 有修行 从有寻有事 达到呢 无寻无事 中间定就会有这个出现 好 为什么两个里面会产生 一个没有 一个有 这就是中间定 就是粗的没有 细的开始有了 好 那后三瓶 好 就是有这样子 所以他宋句是 五世有寻事 后三 后三就意界 意识界 跟法界呢 他是 寻 有寻有事 无寻为事 无寻无事 这三瓶都有 那但是 前五世 是只有有寻有事 那其他呢 余无 好 余无呢 就是我们把呢 前五世 五更 对 应该是五世 因为行世本身是新所 一定是要是的作用 后三 意界 法界 意识界 这些呢 扣掉 那是不是十八 扣掉八个 剩下是十个 最下面这里 余有十戒 十戒是呢 五更对五境 因为这两个呢 如果跟对境的时候 你没有事进来是没有办法 有 心的作用 没有心跟心所的作用 所以 寻事本身是心所 所以前十戒里面呢 是无寻无事的 眼耳鼻舌身的五世戒 以寻事两个心所 是聚 生聚灭的 所以呢 有寻事两个心所作用 因为你要看东西 你要去找到这个目标嘛 当你刚刚沿路走过来的时候 你不见得 沿路的这些 车子啊 店面你都清楚 但是你可能去找你 看到有一间邮局 我如果需要去邮局做什么事 这个时候你有寻 那你也观察到邮局 他那里呢 是有 ATM转账 还可以呢 做那个 有一些人他 可能呢 要去 租一个呢 那个邮局的 这个 信箱 他也可以让 所以你这个时候你的事跟寻 就会出来了 那下面呢 他就讲到说 为什么这两个 最有寻事两个心所去相应 好推起原因呢 他有两点 第一个五四呢 他会直取静 五四呢是直接取静 所以呢形象 刚刚讲 行解于心之相 好 然后呢 这个影像会存在心里 是他是很粗显的 好 直接你路上 所以他通常是限量 就是你看到的 然后五四升起的时候 原外在的客观境界 然后向外门转 他是形象很粗 而且外门转 他不是在 内门 内门是入定的意思 他外门是跟着外境转的 好 所以我们修行 刚开始呢 你是 行事下手的时候 是从限量 所以你在打坐的时候 你要找一个 最 容易的是 你现在在呼吸 然后直接找呼吸入手 这样是 最容易的 行事的 下手的地方 好 所以 我们这边还是一样 把前面的再讲一次 十八戒中的眼耳鼻舌身五四戒跟 行事两个星所是 聚生聚 聚灭 他 在日常生活 他是 一定是有寻有适的 那其余的十色戒就五根对五进 因为是物质性 所以谈不上跟寻事新所 因为物质他就没有 心跟心所的相应这一块 所以他是五寻五四这一块了 十色戒 好 那有寻有适相应的三谋地是定吗 好 那我们知道是 刚刚开始上课也有 互习了 就是我们从 欲戒 一定有寻有适 然后呢 欲戒定 就是欲戒跟道出禅都还有寻有适 欲戒定 如果你进入的是欲戒定的话 一定也是在有寻有适这个相应的新所里面 入于定心中 也有寻适相应 所以你要从 去打禅修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一个方法 让你 达到一心 所以这时候你一定是有寻有适 一直用功 用功到后来 你 进入 出禅的时候 也是在有寻有适 因为出禅有五个禅之 寻适喜乐一心 因为你的寻适 达到一个稳定性的时候 你慢慢呢 你的这个 深清安跟心清安会出来 然后你会达到一心 所以在出禅的时候是寻适喜乐一心都有 都有 轮流出现 好 然后呢 到了二禅以上 因为出禅跟二禅中间还有一个 无寻为适 只有适 这时候呢 因为呢 你要转换到二禅的时候 它是无寻无适 所以 它是 这个时候呢 出的寻没有 适呢 还是有 这时候你的 心的敏锐度跟观察力跟智慧都会比平常更好 所以他这边 讲到了 禅律中间 定 禅是从禅是从禅生喜乐向定生喜乐 定生喜乐是二禅嘛 要达到的过程的中间的时候的功用 向上看呢 你还没有达到二禅 向下呢 你已经超过出禅了 所以这个禅律中间定 所以这个禅律中间定特别讲的就是我们的初禅到二禅的中间 这时候呢 就是 无寻为世了 好 那这个中间定的友情因为禅律比较功夫呢 比这个前面的初禅呢 深一点 所以起心动念都很为细 所以他的意根意识还有相应的心所没有出现的这个寻 没有出现 所以他只有细的这个是 所以叫无寻为世 好 到第二禅律以上到飞翔飞翔处就有顶了 这个 七帝的友情呢 他就是无寻无世了 因为他们所修的禅律功夫更为高深了 他的心事活动分不出呢 是粗或细了 所以呢 不与寻世相应了 这时候呢 就可以从这三品 有寻有世 然后无寻为世 然后无寻无世 来分三界九地的友情众生的心事活动 所以呢 这两个心所是很特别 他可以分出我们的行事 活动 也可以感受知道你的定功了在哪里 所以后三界通三 后三界就通 三是 意思说 看你呢 这后三界 因为我们意界 意识界跟法界 看你这时候你的城市在哪里 会有产生不一样 于无十八界中 于无 在 这个于无 这个是可能我这也少了一个冒号 于无是十八界当中要除去五四界跟后三界 所以呢 剩下的是五根对五境的始色界 因为是设法 所以呢 谈不到呢 与寻世相应 因为他是设法 所以呢 是无寻无是 所以他没有心跟心所 他当然就无寻 他的无寻无是跟后三界达到往上的层次的无寻无是是不一样的 前后是不一样的 前面的无寻无是是因为没有心的作用 后面呢 后三界的 无寻无是呢 是因为他已经达到了 二产以上了 那包括我们法界中的非相应 相应是指的 心跟心所 那非相应就是 没有心跟心所 不在 心的作用 不在物质 那在中间的部分有一个不相应形 所以非相应形有呢 不相应形 还有呢 无表色跟无违法这些部分 好 然后呢 净律中间所起的 是呢 也是呢 无寻无是 这个 上礼拜呢 有讲到这边我特别用红字 因为呢 他是呢 叫做 这时候呢 是 他这也是要特别讲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而已 这个是属于三平里面的无寻无是 是因为呢 是本身不会跟自己的相应 他要找寻 但是 我们这个地方 净律中间已经没有寻了 寻呢 是在呢 初禅才有 那净律中间定是初禅跟二禅 所以他已经没有寻了 但是他又 他自己不能跟自己相应 他只有是 所以呢 这个是呢 他不能跟自己相应 然后他又没有寻 所以呢 所以呢 这里就变成呢 他属于的是无寻无是 这一瓶 没有 字没有与寻相应的道理 不相应行呢 是 非心所 所以他也没有跟寻是相应 这个地方 我们上礼拜是在这个 请翻到呢 炎辉法师这一本的108页 这个地方是 比较难一点点 那我想 有一点难的 我就多讲几次 然后请同学 回家自己要记得看一下 在108页他三平都列出来了 好 那此后三平皆通三 后三界都通三平 就是意界 意识界跟 相应的法界 不相应你这里有讲非相应型的就 因为所谓相应是呢 心跟心所的作用 好 来看一下心跟心所的部分 所谓相应的时候呢 是这样子 后面会提到 好 那因为 只要有相应都是有关心跟心所 他五种平等是 所一平等 一的是根 还有所缘的近 所缘的也平等 好 形象呢 就是形解于心 的相呢 映现于心的相 也是平等 对心是这样 心所也是这样子 好 两个都平等 然后时间呢 同时 心起来心所就作用了 是也平等 这是呢 心王跟心所相应的 假设呢 现在相应苦就是跟苦相应了 好 心所也是 就产生苦 好 苦乐二受不会同时一念当中 所以 看你现在是相应苦就跟 就产生苦心所 乐就产生了心所 所以 相应的法界才有 此后三界通三平 因为 寻室的是心所嘛 那一定要相应的 不相应的法界就没有了 不相应就是心所以外的 不相应刑 无违法跟无表射 所以呢 后三平呢 除掉呢 寻跟室 好 后三平 后三界 皆通三平 易界 易事界 及相应法界 除 寻室 好 他呢要把 为什么相应法界里面要除寻室呢 这个是刚刚提到的那个地方 因为呢 我们 知道呢 46个新所里面 46个新所 看一下 找一下 46个新所 那一张表 我 你 这 对 有点 我们 有点 有点 应该各位同学有看过那个我们这一张 46,这个是净会随行28法 你会看到这里有寻室两个 寻室在不定地法这边 因为这个是清静的智慧,还有一些是 不善的新手跟大烦恼地法这些 所以总共46个还先要把这个寻室两个扣掉 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寻跟室他不会跟自己相应 所以法界中的46个新手法是相应法界 但是要把寻室去掉出只剩下44个新手 因为寻室这两种不通三品 因为三品里面都是有寻有室,无寻为室,无寻无室 都有寻室在里面 其中一个相应,一个就不相应 所以他就把寻室这两个新手先去掉 所以就剩下 这里的相应法界只有44个 44个就把寻室这两个 这一张比较完整 这一张就是46个 就是把这个 不定地法这边 寻室这两个去掉 剩下的44个 因为我们的心在这里 然后要跟心所相应 不相应行 还有无违法 公伍表示这个是法界里面的非相应 那他就先把寻室去掉 因为寻室不能根子 像这边 他的 后三通三品 是意界、意识界 还有呢 是相应的法界 这三品里面的法界是特别讲的是相应的法界 这个地方稍微要注意一下 那若在意界初净律中 是有寻有室 若在净律的中间 净律的中间就是 刚刚我们讲就是初禅 刚刚二禅的中间是无寻为室 然后第2净律以上的租地 就自有顶是无寻为室 这个刚刚我们在头影片也看过 就无寻为室 只是呢 小字的地方是 元徽法师的解释 是明、意界、意识界 还有44个相应 法界 特别呢 这里的法界只有44个相应的 其他呢 等于说巡视的本身 不会跟自己相应 所以那两个要除掉 在诸地中呢 通三品 就是意界、意识界 还有44个相应法界 这是 这些是通三品的 当你达到无为法的时候 就没有通三品 当你无表色那个也没有了 然后呢 非相应 的部分也没有 因为非相应它不是新手的作用 那诱论呢 说 法界所色呢 现在在我们108页的第6行 诱论另外呢 论里面 基社论又提到 法界所色 非相应 法 非相应法就刚刚讲的 不相应行 无表色 无违法 法界所色 的部分里面的 非相应法 因为刚刚相应法是已经 设在三品里面了 好 然后呢 还有净律 他把没有讨论到的再跟你讨论一次 刚刚那个法界所色是呢 相应的部分 那非相应的呢 还有呢 净律的中间 净律中间 就是二禅跟初禅的中间定 这个地方的 试呢 他叫做无寻为试嘛 那他的试到底是怎么样的 这三品里面怎么样的状态呢 这要讨论 所以呢 瓜胡里面讲说 亦如试是什么意思 亦如试是跟上面一样 也是无寻无试 等于说法界所色跟不相应法 还有净律的中间 就是呢 这个中间定 他的试呢 也是如此 中间定的试 然后呢 非相应法 他们都属于无寻无试 因为非相应法就 没有心跟心所做的当然是无寻无试 然后净律的中间定的试呢 他也是无寻无试 刚刚有提到 因为呢 已经试在 出禅 以上了嘛 因为中间定的试 所以他没有试 他只有试 但是这个试呢 他一定要跟试相应 结果又没有试 那 那他自己又不能跟自己相应 所以呢 就变成了 他只能属于哪一品 就只能属于无试 无试那一品了 所以他是属于无试无试那一品 这样可以了解吗 如果不 还不了解的话 等一下下课再 问一下好了 那下面呢 我们在 所以他关乎里面法界中的14个不相应 及三个无为及间无表射皆 叫做非相应法制 非相应中呢 还有净律中间的试 这个中间那个逗号其实可以 净律中间试呢 同前第三无试无试品 故言亦如试 为呢 非相应 法呢 不与寻试相应 所以叫无试无试 那这个中间的 禅的试 第法呢 因为无试 他那个时候没有试 所以不与试相应 所以无试 试呢 无第二个试 共相应 那因为呢 他不能跟自己相应嘛 所以也无试 所以就无试无试 接着呢 下面有讲论说呢 寻一切识是 无试为试 那 那现在讨论完 前面那些了 那我们再 讨论呢 寻好了 寻在一切识呢 他呢 不会跟自己相应 无试 但是他一定 只能跟试相应 所以无试为试 分开讨论试试就对了 刚刚试讨论完 现在要讨论询嘛 那无第二个试 他也没有第二个 因为试他不能跟自己 没有第二个试 但是他跟试相应 所以他就变成 怎么样 无试为试 这个就很容易知道了 因为试同前 第二品 名无试为试 试无两个试同一起试 无第二个试 由试无第二个试 所以呢 试不与试相应 所以无试 然后呢 他跟试相应 所以为试 这样子 好 在下面这个论呢 又又里面 计算论又讨论到说 那刚刚这个试是在呢 中间定 那如果试在 欲戒跟 初禅中间呢 还要讨论这个 因为我们的 修行是从欲戒 这里开始就有询有试嘛 那如果 刚刚这个试在中间定 那这个试是在欲戒跟 初禅 初禅当中的时候是怎么样 是三品都没有 那怎么办他要放在哪一品呢 好 这边讲说 此问意 试非三品收 试不与试相应 所以不可言有询有试 不可以讲说有询有试 试不跟试相应 所以呢 不可说有询有试 然后呢 因为呢 下面试呢得以询相应 所以呢不可言呢 第2个无询为试品 即第3 因为呢 他只能跟询相应 那我们第2 三品里面的第2品叫无询为试 就没有询他也没办法跟 无询为试相应 然后第3品是无询无试 也没有询 就后面两个都没有询 他也没办法相应 这样子 那第1个是因为有试 他自己 试呢 不能跟试相应 然后 既然不是这3品 那怎么办呢 那就另外多利1品 叫做无试为询 无试为询呢 你要知道询比较粗 试比较细 刚刚我们 互习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没有 细的反而有粗的 就代表这个就是在中间定 才会有这种情形 而且他的中间定是很特别 是从 欲戒要到粗产的中间 好欲戒要到粗产的中间 就比呢 刚刚的 粗产到二产的中间 不一样 那个是 无询为试 这边呢 是 反而是有询无试 因为你 欲戒有 有询有试 然后呢 出产也有有询有试 可是他现在在中间定的时候 反而这个 询有试没有 多了1品 所以这边多1品 由此 所以他下面说 此文答前面所问 前面问说他收在哪一品 那试没有第2个试共相应 所以叫无试 与询相应 所以 为询 那有试 有试是什么 就是无试为询 这个试是指无试为询呢 所以呢 讲有询有试 第总共有试品 因为又多了这一个 所以我们讲了 从前面的3品 一开始叫有试有试 这样的3品里面 又多了1品 总共有4品法 这4品法呢 他就讨论到后面分析 第1个呢 叫做 由此 他也解释 他解释说 这是说 有这个第4个无试为询这1品 所以有试 有试有试呢 就预介到出禅 这个部分呢 他就开始 分析成4品了 预介跟出禅 都是有试试的新索 第1个有试有试 但是呢 他要把试试除掉 因为试试不能跟自己相信 所以所有其他的相应法 是把试试去掉的相应法 这44个新索法 第2个呢 无试为试 就是 只有试了 为什么 我们知道试只能跟试相应 所以这时候呢 既然无试 然后只有试 那就是试呢 要跟 试相应 就这时候 即是试 试呢 是属于无试为试 然后第3个呢 无试无试呢 是哪一些属于呢 他的部分 这非相应法 法界里面14个不相应 还有三无为跟无表色 然后呢 最后这个就是刚刚讨论多出来的 论里面讨论无试为试 这是呢 这时候因为没有试 只有试 那试只能跟试相应 所以这边是试 那最后呢 这个余无呢 最后余无这两个字是我们送去最后两个字嘛 五四为寻是后三三 然后余无 其他呢 十八戒的剩下的十 色 十有色呢 他就十色戒呢 就无寻无事了 他跟寻试都不相应 他不是心法也不是心所 的部分 不是心相应的部分了 就在这前面这部分 好 那我们先静坐一下 再继续 好 那我们继续上课 这个是我们上次给同学讲义的最后一章 那这边 就是 最后这一句话呢 各位应该有看到 有部的说法 凡夫生的十五戒有漏 那无学圣者还有佛生十五戒也是有漏 为什么刚刚讲 活的相貌庄严反而引起另外一个人的烦恼 好 那另外提伯达多是他的冤金在主反而也会起称心 所以呢 巨伏就是指友情的 凡夫众生呢 源于如来生还是会有起贪真知 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烦恼心 而非呢 佛的相貌庄严有漏 而是说 这样的会引起 烦恼的部分叫做有漏 所以十五戒是有漏的 好 那当然他修行正量的部分就在后三戒 那个当然就没有问题了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今天有补充过了 然后接着呢 今天要继续的部分呢 是 在我们元徽法师的109夜这个地方 但要进入109夜以前了 因为前面这个地方呢 比较 应该是 繁琐一点 繁琐 所以我再复习一下好了 繁琐的部分呢 再复习一下 佳森同学的印象 这张表呢 如果以刚刚我们看完的后三戒 异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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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戒 然后呢 异戒呢 它是三品都有 对 后三 因为宋句是叫做后三三嘛 所以呢 这三戒呢 是等于三品都有 然后这也画了三条线 当你修行的时候 你可能刚开始 就像我们现在呢 在修行一定是有寻有事嘛 你要找一个目标 让你的心 一心以后慢慢呢 一心才能达到无心 然后你才 开始 开发了无漏的智慧 然后呢 你也会慢慢来到无寻有事 然后最后无寻无事 那你的意识戒呢 一样也是三品都有 好 那法戒的部分呢 比较复杂 因为法戒有四个部分 寻 是 因为新所 寻、新所、是新所 都是在呢 46个新所里面 但是我们现在把它分开 是因为 据色论的论呢 它把寻跟是 还有相应的新所 分开来讨论 因为寻跟是呢 不能跟自己相应 所以呢 下三品里面都有寻有事 当然最后一个是无寻无事 但是呢 它要跟 另外一个相应 所以呢 当无寻无事的时候 寻事 其实也不存在 所以他把寻事跟相应法 分开来讨论 还有呢 非相应法 非相应法 各位应该知道 就是呢 相应法以外的部分有 无表色 无违法 还有呢 不相应刑法 不相应刑法 跟非相应法 不一样 非相应是 相应 以外的部分 有三个部分 好 那法界的部分呢 寻他画了一条线 是要 跟呢 因为这画的线 画的比较快 好 我们再一一来看 寻的话呢 他要跟呢 有四的地方相应 所以他就是这一品 无寻有四这一品 然后四星所呢 他一定要跟寻 相应嘛 对不对 好 但是呢 你要了解 这个四呢 他是比较特别 他是在呢 我们的中间定 就是初禅跟二禅中间的 四星所 这时候呢 他呢 在这个地方 他没有办法呢 跟自己的 四相应 所以他属于的是哪一品 他属于这一品 因为呢 他的 在这个地方呢 他变成了 不能跟四相应 但是呢 因为 这个地方可能要补充一个 瓜符 就是 他叫中间定的四 这边中间定的四 那因为中间定他也没有寻了 所以他就只能归为这一品 这个比较特别 好 这个要特别 就是在我们109 108 108月的这个 第五行 第六行那边 净律中间 是 亦如是 是无寻无事 这个是呢 是指中间定的 是啦 这边应该要再加一下说明 比较好一点 那因为呢 在中间定这里 他当然是无寻了 那因为是不能跟自己下来 所以他只能属于这一品 那 不相 相应 相应法呢 四四个新锁 那因为四四个新锁 在 新跟新锁这一块呢 他是有相应的部分 所以他三品都有 所以后三三呢 指的 法界的 这三呢 是指相应法这一块 四四个新锁 是三品都收有 然后最后这个呢 非相应的部分 还有一个非相应法呢 他就呢 因为他不是新跟新锁的作用 他当然就无寻无事了 巡视呢 他是一个新锁 这样子 那会 这个 地方呢 无寻无事这一品 现在目前是这样子 先了解 那后面会再讨论在修行次第上的时候的巡视 更维系的讨论 现在先了解这样 那这一张呢 比刚刚的更仔细 是因为他把呢 我们的四新锁 在法界中的四新锁 他呢 又分两个部分 刚刚我们在108页有看到 初净律 跟二禅的中间的叫净律中间定 他的四新锁是在这个 无寻 他属于无寻 可是呢 又讨论了多一品 叫做这个四新锁是呢 也是法界里面的四新锁 可是他是属于呢 初禅跟 这个御界 御界跟初禅的 中间的这一块呢 的四新锁 他叫做呢 无寻为寻 无寻为寻 所以多了这一品 这个无寻为寻 这个是我们刚刚呢 在静坐以前看到 他呢 三品以外又多一品 因为呢 这个 寻只能跟寻相应 所以这有为寻 那他没有寻 因为在这个 因为在这个地方呢 一定是 一定是 只要是 的作用是新跟新锁 一定是有寻有寻的 好 然后 后三呢 就意界 意识界 跟法界 法界只有相应的法界 我们刚刚本词里面看到 特别讲的是 44个新锁 这样相应的法界 那他就把寻寻扣掉 所以剩四个 然后这里面呢 他又在 分 因为 这是后三是不是三 都有 有寻有寻 无寻为寻 无寻无寻 都有 这三个都有 然后这三个都有呢 他们要特别呢 分的是在 寓界跟初禅 还有呢 中间定 还有二禅以上的部分 好 那有寻有寻就是 所以你可以从你新的状态 新的初系 了解 现在自己呢 大概呢 在 定境里面是哪一个状态 欲界跟 初禅律的中间 的时候是 都是有寻有寻 欲界跟初禅律都是有寻有寻 然后呢 中间定 就是初禅跟二禅是 无寻为寻 二禅以上到有顶是 无寻无寻 好 那再来呢就是 把寻寻分开讨论 寻心所当然他就是 无寻为寻了 好 那寻心所比较复杂 因为寻心所他讨论 讨论的时候因为他有一个中间定的过程 所以禅律的中间定 还有呢 他又把这个 初 初禅跟寓界中间的这一块也分出来 这两个又不一样 这两个比较特别需要注意 最后呢 非相应法 当然就无寻无事 因为非相应就是没有心作用 好 好 所以所谓相应就是 所依的根 现在依眼根所看的 好 然后心呢 他借由眼根呢 所看到的 心所也是 同样的 静也是 所以呢 他们两个所了解的相的 这个 也是相同的 时间相同 然后呢 如果苦就苦的感受 乐就乐感受 不会同时 两个苦乐都起来 他指 心王是相应苦的时候 心所也是 好 心王起的是苦 心所是相应的是苦 好要有这五个 好接着呢 下面是看到我们的 109这个 宋句 说五 无分别 好 好 这个等一下 这个五四呢 没有分别的原因 他刚 前面讲到五四有行有事 他说那有行有事为什么他会没有分别呢 好 因为我们在这个 109页这边后面 123 好 好第五行这里从此第二四 仿 难 就是开始呢 有人问难 问说 如果五四生有行有事 那为什么会讲说他没有分别呢 好这个地方呢 就是 问难 然后呢 我们的宋句是解答这个问难 说 这个五四呢 他 没有分别 是因为呢 怎么样来讲 是因为从后面的季度分别跟随念分别来讲 但是他有一个自信分别 好 那我们 下面呢 看一下109页的 地方 誓约 誓约上两句是难下两句出体 是讲出呢 这个 他的体 好 就是我们 刚刚 讲到这个五四里面的 部分呢 然后 他是有季度跟随念 好 因为呢 他讲说 传说呢 分别大概呢 就是 这里的五五分别呢 是指五四生 眼是耳是生 鼻是生 蛇是生 生是生 好 那他都有 群有是怎么会没有分别呢 那这边讲到是 我们讲的分别有三种 三种里面有自信分别 季度分别跟随念分别 好 那自信分别所以呢 这边要讲的是说 我们的五分别是从 自信 以外 还有多两个 季度跟随念 那自信分别呢 因为他没有深刻的 这个 考虑跟意识 他是呢 比较弱的作用 所以呢 如果以后面 季度跟随念来讲了 他叫做呢 五四呢 叫五分别 那他说明的地方呢 就在我们 109月之前讲 自信分 别呢 是 因为有五四生 虽有自信 而无余二 好 是因为呢 他有自信 但是他没有余二 余二呢 是指呢 季度跟随念 好 季度跟随念 季度跟随念呢 可以先看一下 我们这边 投影 他讲的 自信分别是呢 就直接 润孕结枝的分别 就是现在呢 看到的是人 好 我看到一个 走过来的是人 但是我没有去分别 他是男生女生 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这是要对 所缘近起 种种分别推求 度量的时候 才有季度分别 好 然后呢 五四呢 他 最多的作用在自信分 你要知道是人 或是狗 好 但是呢 他没有再分别下去 是男生女生 青黄赤白这些 然后随念分别呢 就随顺刚刚呢 看到这个 所缘近呢 他呢 再远取过去 现在未来 然后再做 更 多的 分别心 所以呢 五四五分别是讲了 一呢 后面 多了 等于说后面这两个比较深刻的认识分别了 他没有 好 并非没有自信分别 那 在我们刚刚论里面要讲 论说如一族马 名为无族 马是有四条腿嘛 但是有一只马他只有一条腿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有人就说这一个马没有脚 因为一条腿要怎么走路 就很难了 至少 他如果 三条腿还可以走路 所以其实呢 他意思呢 意思说 五四五分别这一句诵句讲的是 代表呢 他的分别很弱 有直接的 这个直接的 这个反应的自信分别 就是直觉的感官反应 直觉的感官反应 知道有人走过 但是什么样的人 穿什么颜色衣服 男性女性 他就不知道了 他这一着五五分别是来 用这样来讲的意思 事故经中说五分别 那 再来呢 这跟我们刚刚讲的新索又有相关的 自信分别呢 体为寻 好 这是只是 这个寻呢 就是 他的一个直接 我们刚刚讲寻心索他也是一个 限量的 所以呢 最好你现在找的这个用功方法也是限量 如果以这一个来讲的话 像我们用初入席是怎样 寻呢 他是 对初入席的初步认识 混乱的心以安波念 逐步平息正念 就能随着初入席心不旁骛 因此呢 事才会升起 所以呢 这个寻呢 他就很限量的直接的反应 到了事的时候呢 他就对他开始有深一层的认识了 所以在唐朝以前呢 经文翻作呢 觉跟观 这一观呢 不是观照 而是深一层认识 所以呢 寻 是 或觉呢 都是对呼吸正念的培育 因为这时候呼吸你不会有喜欢跟不喜欢嘛 对呼吸就是你直接 在当人的 活在的 时候的 每分每秒你都需要呼吸呀 这时候呢 就是直觉反应不会有情绪苦乐 喜欢不喜欢啦 所以修止观的时候用寻这个方法是一个不错的 因为我们心很容易执取是因为 你对他有喜欢不喜欢 苦乐受的时候 这时候呢正念就不易培养起来 好 所以这个地方呢 这也是提醒 刚刚呢 我们在静坐 如果你用这个方法的话呢 好 你要呢 寻了一段时间 就像摸索了 一段的时间 修了一段时间 你的正念强了 能够跟着呼吸 那个时候呢 是 才会出现 所以呢 这个也像我们在照顾小孩子 你要慢慢呢 有恒心的一致培养 好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这一张形式的新手 那再解释一下 自信分别 自信分别是呢 直接的分别 自信 思维直接的反应 那我们感官的直接反应 然后呢 现前的限量的静 而较少呢 去推测思考 推测思考已经是更深一层了 只用单纯的 直接的反应 那在大毗菩萨论的卷42里面 其体为 寻与世 他讲的这个 在大毗菩萨论就不是我们刚刚讲这个 以寻 为题 然后呢 因为呢 他 他这里有提到是说 季色论呢 跟呢 杂 阿比谈心论都讲体是有询 但是大毗菩萨论讲到是有询跟试 所以呢 五试 无分别 为什么他这里无分别 就是 试卿呢 他的认为是只有询 但是呢 大毗菩萨论里面讲到试 所以呢 他讲的意思说 大部分来讲应该是属于试比较多 还是询 询比较多 所以 这里呢 他要特别再说明 因为两个之间有差异性嘛 但是以大部分来讲 是以询为 主要部分 因为我们是直接感官的反应 好 那刚刚讲这个呼吸你去直接的限量 就呼吸你直接的去找到这个目标 那有询是新索 他呢 是新索 不是 新王 非新王 所以呢 新索的关系 不是新王 但是 新王他才会去开始呢 有第六意识进来的时候 你开始会有嫉妒跟随年了 那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那这个望梅止渴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 好 当你看到梅止的形状跟颜色的时候 你只有知心分别 可是你不知道他是酸跟甜 但是你的随后你的第六意识的嫉妒跟随年出来 你嘴巴会 产生什么 唾异的感觉 这第六意识有了 你会知道他酸跟甜 这时候呢 就是我们的嫉妒跟随年有了 如果你只看到一颗东西 然后在那里你知道他的颜色跟形状而已 那只有知性 如果你已经知道酸跟甜的时候呢 他已经进入了后面的 嫉妒跟随年了 嫉妒是推度分别 他开始去分别 然后呢 跟我们的意思就第六识呢 相应 但是这个相应他是一个闪 闪地的智慧 不是定境的智慧 这是你在日常生活里面的一种分别作用 所以嫉妒分别 他呢 还可以有过去现在未来的 一切事情加以分别 所以呢 他会嫉妒的是呢 就是这一嫉妒意思是分别 男女 青黄 齿白 但是后面这个特别红色 如果你今天是 入定当中的时候呢 他只有呢 如果你从巡视禁忌到后来没有巡视 他有巡视的时候他是一心 但是呢 他不会呢 有 巡视可以是 无分别的 自性分别嘛 所以他没有嫉妒分别 那你一分别就不是在入定当中了 好 所以这个忘没止可止的 是已经是第六识 所以当这个 军队呢 要让这 士兵继续往前走 没有水的时候他用这个方法 刺激你的第六识 感觉 我 感觉呢 不会口渴 是因为你的脱液分泌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利用的是第六识 不是五识 前五识了 好 让他感觉呢 嘴巴呢 就有 所以刚 接触这个的时候 形状颜色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酸甜 这时候是自性分别 如果呢 像下面这个 他呢 跟这个 士兵讲说 我们前面有 这个 梅子灵呢 你们可以吃梅子解渴的时候 这个时候 士兵呢 因为口腔呢 开始出水 已经有嫉妒跟 水面分别了 好 我们的第六识就出来了 这时候你的想心锁就是作用 意识里面的想心锁作用 所以 其实真的口可解了吗 没有 是一种想心锁作用 这时候嫉妒跟随念就有了 好 那就随意呢 思维 这一种呢 跟意识相应的 作用 他会开始追念 过去 我过去曾经吃过梅子 梅子是酸酸的 感觉 所以一想要酸你的口腔就会分泌脱移了 就随 这个士跟进 去过去的 去追念 好 那所以呢 随念分别以第六识相应 的念为体 所以下面呢 你会看到他在我们109页 请看 109页下面 他讲 自信分别体为 是寻后 心锁中 后面在我们介绍心锁会在解释 自当辨识 以异地散会 我们现在 刚看到的异地散会呢 是指第六识呢 他的 没有定当中的会 以散会为体 他是说出了季度分别的体 季度分别的体是 第六识的散会 他会 想东想西 所以刚刚那个想心锁一出来以后 你就想到 梅子会 让我感觉呢 酸酸的 好 那这个时候就是你的异地的散会 好 然后呢 散是非定 减定中会 分别定当中的会 那 所以义识相应的 呃 跟呢 五识是不一样的 减 五识心 这个减就分别呢 五识的作用 第六义识的相应跟 呃 五识的 新的相应是不一样的 好 所以故第六识相应的散会呢 叫做季度分别 这是季度分别 那另外后面的随念分别呢 义诸念为体 诸的话呢 在后面 瓜糊 呃 远慧法师有解释 这个 念通定跟散 所以叫租 这个租的意思就是多的意思 代表 有定 有散 散地跟定地什么不一样 定就是有 在定当中 然后呢 散就是 新的 东想西想 意识呢 很多妄念 所以呢 诸念就是有定 有散的 为体的 第六义识 说出呢 随念分别体 随念分别体的是多了一个定 若定若散了 意识相应 诸念叫做呢 有时候定有时候散 这样子的时候呢 叫做随念分别 所以 依这个本体来讲 随念分别是第六义识相应之念为体 通于定跟散 若依大圣法相来讲是 以形式为体 好 局限于呢 这个 独头意思 独散意思 也独头 那我们这里再讲一下随念分别了 刚刚打坐的时候呢 有没有想到其他事情 如果你打坐的时候 想到呢 以前的事情 小时候的事情 或是想到最近过年发生的事情 想到过去或已经 忽然间 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 你忽然间想起来了 或是你原来一个东西找好久找不到 结果一静下来 哎 就想到了 好像灵光一线 好 获得最近发生的事情呢 一些呢 喜怒深刻的事情 这个呢 因为你刚刚看到 定跟散 所以呢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第六意识 有可能是在定中的时候 想到呢 好的点字 或是 刚好呢 忘记的事情 忘记放在哪里 想到了 好 那这个就是呢 随意念分别 叫随念分别 这个意念相应 有通定 或善 这个时候 都是第六意识在作用了 好 我们刚刚讲 入定是连 什么呀 季度分别 不能有 刚好 随念分别也没有了 所以呢 他有两个随意念跟随所缘 他随现前的境界因缘而起 可能你刚好在静坐的时候 闻到一股香味 那就想到 我曾经到哪里闻过这个味道 就是这个缘 的陷起 但是你刚好在定当中 或是你在打坐当中 你去想到的 那就开始呢 去想到 那一件事情跟他相关的很多相关的事情 好 这是随念分别 好 所以 这说明了 这后面这两句 刚刚不是说前两句是解释问难吗 后面两句讲出体 讲出体 是呢 以随念跟季度这两个来分别 他的体 分别这个体 是 因为五四他就没有这两个体了 好 我以第六意识相应的时候才有 季度跟随念 所以闪会呢 就分别不是定会了 因为定是心一静性 好 那你心很静的时候 还会开发出智慧 所以 我们刚刚讲 人世间的事情都要你专心一意的去做 更何况是修行的事情 一定是一心以后才能 产生作用 所以呢 定呢 这个心一静性才会开发出 我们的智慧 尤其呢 呃 需要的是无漏的智慧 好 那但是这样的会呢 是没有分别季度的 好 才能 跟心一静性相应 才能安 安置在这个定当中 所以 其实讲了这么多论的内容 其实是 帮助各位 你在修行的时候 你自我检查 你说 我不知道 可是呢 你 透过这个论的讲解 跟经里面的内容 我们就可以自我去 检查了 这个刚刚讲过了 好 那 我们接着看一下 后面的部分 后面这个地方 看一下这一张表 这一张虽然以前我们看过 对 好 那这个是限量 刚刚讲前五次就自信分别 那第六一试呢 他会有什么 他就开始季度跟随念分别 所以呢 比量 限量有以后呢 也会 再来就是 季度就是比量了 比量是季度分别 自信分别属于限量 然后呢 随念分别也会跟着出现了 那随念分别 他就有 跨越时间上过去 现在未来了 那这样子的比量 有可能就会让你产生非量 所以呢 第六一试三种都有 比量限量非量 自信分别 季度分别 跟随念分别 然后呢 随念分别以后呢 有可能他产生的非量 非量呢 在第七试呢 就完全是非量的嘛 对不对 我们的心下面呢 没有再续续分 分下去 那我们的心就会开始产生 非量 所以呢 上礼拜刚好有同学问我 那我们的七星界是怎么产生 眼 世界 世界 鼻世界 蛇世界 生世界 意世界 第六一试有了 然后呢 七星界 还有呢 当我的前六试 落泄过去 以后呢 我就会产生 一根 一试界 就把他框起来 就是我们的第七 所以呢 一根也就后来大圣的为试里面的叫做呢 我们的我执事 你就会执着 七试的执着 就会把前六世界所抓到的东西 因为他已经落泄过去了 停止了嘛 然后呢 你就会认为这就是我 然后你就会去执着 执着 然后这个执着呢 就换一个框框圆 A 就是我 A 好 然后另外一个人呢 又抓 他自己的前六试出来的 就B 然后第三个人呢 就C 好 那你去打7的时候 你前六试是不是要停止作用 好 前六试停止以后呢 因为六试的作用 落泄过去以后 这个黄色才会出来 那你如果前六试的作用呢 暂时停止 暂时停止 你不可能一下就没有 因为我们在练习巡视的时候呢 你要 慢慢呢 进入一星以后 然后你这个 七试呢 他没有圆了 因为他这个前面 落泄他才会出来 那这个也没有时候呢 我们的前七试清静的时候 刚刚不是看到飞量吗 飞量没有以后 你才会进入第八试的限量 要不然第八试还是会抓取这一个 产生了 染灼的八试 所以呢 个别八试是来自于 你再去 反认识这个时候 有个人的个别八试 那我们在打七的修行呢 是怎么样 就这样子 溶解掉 你的前六试呢 暂停 第七试才会停 然后呢 才会真正到 你的八试 然后这个八试 的清静的限量了 他没有季度跟随恋分别 好 那 接着呢 我们后面的七星界了 七星界就 七星法界就是我刚刚看到 123456 然后再加一个七 七星界就是 六四界再加一根 刚刚那个图呢 他就是七星界的一个图 然后呢 七星法界半下面呢 他要开始讨论的109页 下面倒数第四行 这边看一下呢 我们的109页 倒数第四行 以下第七 有所缘无所缘 有所缘无所缘 这个问题的部分 然后呢 出两句 达第七的 18界哪一些是有所缘 哪一些是无所缘 然后呢 下两句达第八个 有直受跟无直受 好 那我们先看呢 109页讲七星 刚刚呢 那个图表呢 应该给各位的印象很深刻 你就会 在大脑里面知道 七星是讲的就是呢 六四界加一界 那我们整个星王呢 本来星呢 四孕 他在分到呢 呃 我们的 这个 益 益处 好 就是12处的益处 然后呢 益处呢 又分出呢 六四界跟益界 这样叫七星界 好 那所以他是一个星的作用 刚刚我们那个里面 其实星去抓取 所以产生七四的执着 那 呃 还要说明是 当一个修行人 他很用功努力去修行 好 前六四暂停 然后第七四也进去呢 呃 停下来的时候 他没有飞亮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 他的心呢 就会平等心 所有众生跟他平等 他不会抓取一个我的时候 他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心就会发出来 他会觉得 呃 他跟众生平等 所以呢 呃 对自己要好 要对众生好 对自己 就是对自己好 所以法界众生都是平等心了 他在那个时候呢 他就会出现了 所以呢 他会觉得呢 不会有自我的分别 就会呢 很乐意呢 去帮助 别人 好 就发了 这个菩提心 好 那在下面 这是附带讲的 那在法界的伴呢 是与法界中呢 有饰品 对不对 法界呢 一定呢 呃 会有部分是 有部分不是 所以他这里的伴是指呢 一一零业 饰品里面 好 只有心所法 不是全部 所以叫伴 好 那因为他是叫做有所 有所源一定要心嘛 的作用 所以呢 这里只取心所 所以他叫七心法 戒办 这样你七心法界办可以了解是哪一些范围了 就是我们刚刚那个七心 戒以外呢 还有一个法戒办 所以他这个戒字是通用七心戒还有法戒办这样子 好 七心 那 七心戒及法戒办为有所源 源是攀源心心所 的能源 静明呢 所源 有彼所源 那明呢 有所源 所以呢 他第一个是讲有所源的部分呢 一定是跟心心所有相关 好 余吾呢 就是十色戒 还有呢 法戒所设的非相应法 他当然不是心法 就没有了 因为所源一定是心法 不能圆境 所以就要无所源 这样子 到这里应该没有问题 然后接着下面他讲前八戒及身 好 大概呢 先把这个宋句看一下前八戒 前呢 是指 呃 七心戒 还有法戒 这样子 这 两个加起来是八戒嘛 对不对 前面的八戒 还有呢 身 好 身戒呢 他也无止 所以他认为声音就像我们呼吸进进出出 他本身呢 没有感觉 意识作用 好 然后呢 有意识感觉作用是我们的跟 所以呢 他认为无止授 所以无止授的 这个定义呢 我想在这边呢 投影片你可能先看一下 无止授 那前面 八戒跟身是无止授 其他都是 有止授 无止授都有 简单的说呢 就是 直持领授 好 那但是呢 他一次呢 要跟五根身 所以呢 你没有五根身的话 没有办法去执授啊 你没有根去取静的话 所以一定是要跟五根身配合 那成为自己的这个 抓取的静的去了解 原来有情生命一定要有精神的支持 才能存在人间 但是精神 也一定要有肉体这个根呢 为他活动的处所 假定没有五根呢 精神就无所寄托 就失去他的 共存在了 所以这里的有止授是指了 有根 身的配合作用 所以他觉得呢 心心所如果没有根配合 当然他就没有办法作用了 所以他的 有止授要有根配合 所以他前八戒跟声呢 声音的声呢 本身呢 他没有所谓的 感觉好坏 所以骂人声音跟赞美人声音 本身这个声音就是指一个声波的传达 他没有所谓好跟坏 是这样子 所以呢 这指授设为一处的意义就是 要有情的这个 是呢 去指授以后 跟有 然后是呢 去指授以后才会 产生有止授的这个作用 这样子 所以这边讲有止授之止授是心心所的意名 是直辞色授 所以心心所能直辞有情的根深 因此有止授 为觉知 但是你的觉知一定要配合有根 五根的作用 心心所觉知苦乐 也是呢 来自于这个后面这个五根去达成他的功能跟作用 因了心根心所直辞 五根之故 所以心心所能直辞 五根呢 就是 叫做 所直辞 好 所以这边他的直辞讲的是呢 强调是所直辞的部分 所以他的五直辞是指 他没有所直辞 没有五根呢 他才能够呢 去产生了直授这个作用 其 能直授之心心所在于五根的身上 所以呢 五根的身体 为之有直授 因为呢 发生在这个五根的作用 上 然后他去感觉 苦跟乐 酸 酸 甜 所以他是有直 他是一个所直授 他是叫做有直授 所以强调的还是在这个 有感觉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的 地水火工事大去撞击以后产生冷热啊 今天比较冷 明天呢 可能天气会比较温暖 那这个是有直授 那我们的五根去直授 他叫所直授 他强调不是在能的这个部分 不在于心心所这个能的部分 那声音呢 他也是从四大种的撞击去产生的 产生出来的 但是因为他把声音放在这个位置了 这个就开始有争议性 因为我们前面的声音有有直授跟五直授的部分 就是友情发出的声音是赞美人的是有直授 那如果是大自然的流水声是五直授的 所以呢 这个眼培法师那本他就有强调说有两种说法 那我们这边论里面他是强调这个声音呢 他放在五直授这个部分 那他有一点时间继续把这边看一下好了 好 这个 所以 这边 七星界就六四界加一根界 所以以后看到七星界你就会开始 很清楚 刚刚那个图也是给同学加强印象 一二三四五六 六四六四界 七是异根异界 好 那七星界就是我们 在大圣为师讲的 他呢会 产生我持的 这个七四 好 那我们的修行如果你 禅定 然后呢 在这个 修行的时候前六四休息了 然后又进第七四当然就没有了 然后你也没去抓取 那你的心呢就会 下座以后就会 不会呢 很自私 就会主动呢 帮助人家做很多的事情 因为你觉得 大家跟你都是一体的 那这个就是修行的转换 然后会让人的改变 好 那因为呢 全部的法界呢 具有四十六个心所 十四个不相应行 还有三个无为己 无表 等六十四个法 那现在只取 四十六个心所 所以说 半 因为我们现在要有所缘 一定是心跟心所 好 所以这样子 那余无呢 就是指 有所缘的七星界跟法界一半以外 其余的五根跟五境 十色界 并法界中的 十四个不相应行 行三个无为跟无表色 这样十八个法里面 都是呢 在呢 这一的十八法是呢 十四个不相应行 跟三无为跟无表色 这些是无所缘 所以扎心论常行里面 无缘 非心法 这一句话就讲 讲出我们前面讲的 非相应行的部分 因为相应才是心跟心所 所以非心法 无缘 这里的缘是无所缘的意思 然后前八戒 即生无直受 前八戒就是七星戒法戒 全部呢 就是 六四个部分 前面的 八戒 还有呢 声音 这一讲的已经是全部了 刚刚这个我看一下 他这 这前面的 是法戒一半的部分 好 但这无直受的部分 因为他要跟那个 五根作用嘛 所以他这里的前八戒 已经把 法戒是 已经是全部了 不是 刚刚的法戒半 刚刚那个你要注意 刚刚那个是有法戒半 但是这里是前八戒 这里不是法戒半 这里是法戒的全部了 好 再加一个声 声音的这个声戒 好 何为九戒 都是无直受的 就是没有直受的功能 因为声音本身没有好跟坏 的部分 那直受是他能够 透过这个 根身能直持 然后感觉好跟坏 那法戒中的不相应行 相位 眼跟耳根是 在过去的眼跟那个 就没有直受 他想的是现在 表现生命的一切活动 就是 限量当下的境界 生起的苦肉感觉 就要有直 假使一期生命结束了 我们的 这个四大分离 解体了 的五根呢 他已经是过去的 新跟新手 他就放弃直受这个工作了 所以就无直受 所以他为什么余二 其他的 这个五根跟色相位处 是不是在限量 是限量当下是有直受 如果过去跟未来就没有直受了 那未来因为生命体还没完成 还在进行当中 未来的也还没进行 所以 新心所法 不会预先复起直受的任务 所以是五直受 这个在后面他也有提到 在110 页里面的第 五行 就说 有炎等五根 住现在是名有直受 过去未来名五直受 色相位处 住现在是 与五根不相离名有直受 若在现在 不与根和 即在身外 并过去未来法 就五直受了 就这样子 下面比较细的 我们就下礼拜再讨论 先这样子 那我们一起回向 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活道 好 各位再各自回向 好 各位再各自回向